你看 反对的还是看到我坐着吃东西 就放在哪里 我还跟一个泰伯友在谈话 这个地方在哪里 Budu 这个餐厅 不是餐厅 它是全部的议议 然后我们有几个也在那里吃 他们去吃了 你没去吃 所以他说没有进去 没有了 所以就放这个位置 是放熟的 明天早上可以去看都是这样的 你看他们用一些不好 不雅的字眼 然后这上面还写 你看 还有字眼的 给大家看 还有放党灰的 这几个小时 为什么 我真的贴得很可笑 你知道 咖啡店吃东西 大观老爷就是不同 在咖啡店用餐海鞋定做这回事 果然是 挨淡而远远的行 看你们怎么做 我是在行楼 哇 我期待那老板 这个有个位置 你坐这边 这个也是淘天大睡 所以我觉得 不要这么敏感 凡事就是跟政治有关 你看 这个人 我赶在吃饭 我就要看一下谁在拍照 对吗 需要用到这样的语言 需要这样的语言 每一个人都有决定支持你的反对 你的自己的所属的争论 但是没有必要用这种狗仔队的方式 对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每天可以去不同咖啡店 我经常去的地方 不是大酒楼 都是咖啡店 你问我哪里叉叉好吃 一层面好吃 哪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 我们说 这个猪肉粉好吃 我可以跟你讲 可以写 哪一个小饭的最好的 看起来那边那些网红啊 看起来要 放过去你的 不要 等下他又说 我又在那边做宣传 你看 你看啊 自己看 诶 我请咖啡店 要学别人吗 拜托 我1993年出道的时候 在新山记者会 会少过一万次 几乎每一个礼拜啊 一万个cas 至少有几千次啊 这十多年来 我都是在咖啡店进行 一些 整个新山的咖啡店都知道了 所以我在咖啡店喝茶是很正常的 不要把我看成是那种高超在上的高高 我也只是一个平民 不需要用狗仔堆的方式来追踪 也不需要把在吉隆坡吃 在吉隆坡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